美國各地現在正遭受 極端氣候的新奇 在上個禮拜有一個 非常長的龍捲風 它襲擊美國的密西西比州 有一個小鎮 你看畫面 甚至被移為平地 有25個人不幸喪命 但為了要躲避風災 當地居民根本像演災難電影 家民聽說有一群人躲在冰箱裡面 才可以保住小命嗎 確實沒錯 明君你看剛剛那個畫面 其實那個畫面看起來 你會覺得說這個地方好像戰爭 點幕好像電影裡頭 你透過這空拍畫面來看 沿路過去 這個地方是在密西西比 比較偏北方的一個城鎮 叫做Rolling Fork 其實它過去這邊2000多人居住 1000多棟的房子 照來講現在看到 全部都應該是房子 但是現在變成這副模樣 其實不是戰爭 其實就是極端氣候 造成的龍捲風的一個影響 我們其實還有其他畫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時有民眾他用這個 躲在家裡頭 他用手機拍下這個龍捲風 來襲那個畫面 所以其實你看就是這個畫面 你看這個龍捲風 慢慢的在接近 家裡拍的是 還不斷的閃光 好大喔 為什麼它在破壞這個電力系統 而且你看喔 它在接近這個住家的 這個民宅的時候 你看它其實都還沒有碰到 這個住家的柵欄 但是這個已經被外圍的風場 通通都給捲了進去 所以這個屋主 他一邊在路 一邊發現苗頭不對 你看有沒有 快來快來快來 趕快關窗 就趕快要跑了 因為他知道這個龍捲風 會造成的災害 非常非常的大 而這個龍捲風 其實你不要看它這樣走 它的周圍最快的風速 來到多少 來到274公里 時速 已經接近我們高鐵的 這個速度一樣快了 非常快 而且你知道它沿路走 走了多遠 走了95公里 等於走了幾乎台灣西半部 一半它通通都走過 所以掃過的地方 包含樹木倒的牢 房子倒的牢 所以根本就沒有幾乎 沒有可以倖存下來的 那剛剛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晚上 這個民眾開車經過 這個龍捲風清洗過的地方 看起來真的就像戰場一樣 一夕之間 因為龍捲風家園變這樣子 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燈光 房屋也都沒有好的 那甚至你看像警方 也趕快到場去做處理 因為知道救援的黃金時刻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過剛剛明君也提到 在這邊還是有很多居民 他是倖存下來了 怎麼辦 我們講一個故事 他是一對夫妻 他們在這個地方 他是來經營小吃店的 那小吃店 他除了這個店家之外 他後面有一個像這種 外面獨立式的冷凍庫 所以這個時候龍捲風來的時候 他非常慌張 原本以為是地震還是怎麼樣 趕快跑 因為周圍外面已經是亂七八糟 那個老闆娘只聽到說 有人喊說冷凍庫 所以他們就趕快 跑進這個冷凍庫裡頭去 總共八個人 躲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頭 那等到這個龍捲風走了之後 旁邊其他居民 幫忙把外面的這些瓦砂堆 把它給清開 那他們八個人才平安的活了下來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龍捲風 真的對於這些居民來說 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當然除了這個地方 不是只有龍捲風 因為龍捲風上面 我們知道它是一個漏斗狀 對不對 上面的這個雨 它都是一些非常強的一些對流 對流容易產生什麼 當然就是冰雹了 你看這個手上拿著這麼大一顆 這不是高爾夫球 這個是冰雹 打到頭上還得了 對 這個下加來 是會直接砸死人的一個大小 而且這個地方 就是在這一次發生龍捲風的 密西西比州 甚至旁邊的這些州都有出現這種狀況 因為這個長對流的範圍 真的非常的廣 不過當然大家一定會想問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龍捲風出現 對不對 跟極端氣候有什麼關係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其實你要知道 這個密西西比州 它所在的位置 就是在墨西哥灣的北方 墨西哥灣它因為今年的海溫是比較高 所以它暖濕的空氣上來之後 你知道龍捲風有兩大要素 第一個你要暖濕的空氣 再第二個你要地表跟高空的溫差 是非常大的 所以暖濕的空氣進入到陸地 加上上面我們看到是一個高壓帶 對不對 高壓帶帶下來比較冷的空氣 所以這邊冷暖空氣開始產生了對流 再加上在上個禮拜 這個加州這邊有所謂的這個大氣河流過來 所以水降完之後 在高空有一個非常強勁的一個吸風帶進來 導致這個對流開始旋轉 旋轉之後就會造成這一次龍捲風 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龍捲風的災情 不是說只有在密西西比 不是只有說在這個美國的 可能中西部或南部地區 那當然未來這幾天 還有可能會持續的發生 當然來看到不是只有密西西比 我們現在看到畫面 就是在這個洛杉磯 洛杉磯竟然也發生 這麼大的一個龍捲風 當然也是跟這個 低壓帶靠近有關係 你可以看到這個龍捲風 其實剛開始你看 它在成形之前 你只可以看到天空中飛的 都是一些樹葉 樹枝這種比較新的東西 但是你看空中的這個霧雨 開始慢慢盤旋起來 有了旋轉的動能 它就開始一路的狂掃 而且它是攻擊的是 這個洛杉磯他們一個工業區 這個龍捲風不強 只有一級而已 密西西比那個是四級 毀滅性更強 這個一級的龍捲風 它未利息就很大了 風速來到超過100公里以上 而且它導致 在整個工業區當中 17棟的倉庫受損 其中有11棟 現在已經變成圍樓 17棟倉庫都被它給摧毀了 而且時間只有短短60秒鐘 1分鐘的時間 這種片其實摧毀的力道滿驚人的 對 你看這個空拍圖 包含這些屋頂通通都沒了 然後這些包含周邊的機械 也通通毀損 所以才會說龍捲風真的很可怕 但是對於這個洛杉磯來說 其實可怕的不只龍捲風 因為他們從現在此時此刻開始 將要迎接來的是 第13波的大氣河流 我記得佳明哥曾經說過 這個大氣河流一來 會造成非常嚴重的水災對不對 對 確實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回到這個 這個美國的圖來看 現在主要是在加州的北方 這邊有兩個低壓袋在這個地方 那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開始兩個低壓袋 這個都是從洛杉磯過來的低壓袋 帶著強烈的水漆跟比較強的對流 現在開始兩個低壓袋合而為一 那從明天開始 禮拜二開始要接近到加州 所以這一個就會在未來這幾天 對加州帶來非常大的一個洪災 而且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這個時間不遠 就21號前幾天而已 在第12波這個大氣河流 造成了一個災情 你看 前一波就這個樣子 對 前一波就這個樣子 你看淹水的狀況 淹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再加上我們剛剛提到說 它有非常強的一個對流 加上你看 在比較沒有降雨的區域的外圍 其實造成這個龍捲風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加州這個地方 這個龍捲風是40年來最大的 而且你看這風強大到 這個樹都倒了 還砸到車子 其中有五個人 因為被露樹倒塌 被砸死的一個狀況 所以現在對美國來說 這個極端氣候他們真的是覺得 非常非常的可怕 好 極端氣候席捲了美國的西部 甚至中南部 但是我們只是講到 如果說地球持續暖化 極端氣候不斷上升的話 可能會導致一些過去凍死的一些 超級病毒會復甦過來 現在好像似乎有這樣的一個跡象了 對不對 其實我們在講 冬土層的這種殭屍病毒 有可能好幾萬年不戒 現在又突然出來 我覺得這個都是比較長遠之後 但是現在迫在眉睫要注意到的 是包含細菌 包含病毒本身的變種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美國出現了一種超級真菌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美國幾乎各州 都有確診案例傳出 而且有三分之一的患者 我只要感染這個真菌 我90天就會死亡 所以這真菌是跟暖化有關聯 對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超級真菌 它是叫做耳念珠菌 其實我們剛剛講到說 它現在傳遞的速度非常的快 在美國各州幾乎都有這狀況 而且很多感染者 在30天內就會死亡 那大家會覺得說 真菌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過去也不陌生對不對 你說像什麼香菇 你可能第一時間想到真菌 會想到真的 但是你說譬如說 在我們人體上面會致病的 包含像念珠菌也好 那個引球菌也好 其實這些都是大家常知的真菌 但是這個真菌 它的大小其實比病毒還要來的大 一般我戴口罩就可以擋掉了 所以照理講應該不會太嚴重 而且它進入到人體的體溫 不利於它的生長 但是隨著氣候暖化 現在科學家發現 現在有些念珠菌 抱歉 有些念珠菌 它是在人體溫的狀況之下 它傳播的速度比過去還要多了5倍 所以變成說它已經開始熟悉 暖化之後的一個環境 我變成說我可以耐高溫了 而且甚至我也可以有更好的抗藥性 所以現在最怕就是遇到 傳染力更強了 對 現在最怕就是遇到這種超級真菌 你對我用什麼藥我也不怕 那當然真菌這個東西 包含在澳洲其實有一幕 大家也覺得非常的害怕 就是說在澳洲一個停車場 你看這個消防栓 底下這一坨 這是什麼東西 這一幅紅紅的是什麼 它也是一種真菌體 很大 我們在講說 你看 明君你看 其實它剛開始只有這樣子 慢慢的 慢慢的 有人去觀察它 原本只有一點點紅紅的 但是過一段時間去看 過一段時間看 越長越高了 其實後來去了解之後 它也是一種真菌 就像我們講說很多菇類 其實它也是真菌體 但問題是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過去也沒有這種東西 現在科學家去介入 其實也都還不曉得 這種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講說 氣候暖化之後 你說真菌 包含我們剛剛講說 致病的這些真菌類 念珠菌等等 或者是說像這種 看起來好像很無害 但是吃了會不會有毒 不知道 所以這種氣候暖化 發生之下 可以看到 慢慢的有很多 我們無法解釋的狀況發生 那剛剛也講到 這個真菌加速突變 有很好的一個耐高溫的性 然後包含抗藥性等等 其實你不要覺得說 這東西離我們很遠 好像說 可能發生在美國 跟我們台灣有什麼關係 美國有台灣會有嗎 對 其實現在台灣 包含我們的CDC也都證實 現在台灣已經有 三例確診的狀況 我們來看到 這是羅伊軍所說的 台灣就有三例 這種真菌感染的一個狀況 而且其中一個人 他是屬於重症的一個患者 住進了加護病房 其實這個耳念珠菌 它其實平常是 就是會附著在我們衣服上面 或者是我們身上如果有傷口 那都有可能會做一些傳染 尤其會針對我們知道 這幾年來很多年長者 可能這種抵抗力沒有這麼好 所以可能就是碰到這種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抵抗 當然這種念珠菌 大家也會幻想到說 很多這種西洋影集有沒有 有些人就是被這種 最後生還者 被真菌感染了 會不會突變成僵屍 就是皮膚割開之後 裡面跑出了怪怪的菌絲 對 尤其是嘴巴也會有這個菌絲 而且是這種口沫傳染 我傳染給你 你也會變成喪屍 現在客人家也提出事情了 當然影集比較快 真相不漏網